缅甸乱不了,缅北说了算 最近缅甸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本国内部矛盾的问题 已经上升到国际安全问题 昨天中缅泰联合准备清剿诈骗区域 但是只能出动警方 因为缅甸管不了缅北军政府 在20年前周围的几个国家的警方数百名甚至上千名人员 多次联合行动 然而过去几十年了也不太可能 让军队出面干涉 就像之前不知道谁传的说印度军方干涉 那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就挨着缅甸的曼尼泊尔邦等地的暴乱 已经几个月都没处理了 他们自己内部的都懒得管 还跨国跑去挨打 他们脑回路虽然长点 但是并不傻 一旦军事干涉那就是侵略 印度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搞多国混战 犯罪只能使警方出动 不管影响力有多大 有人还怕缅甸的12个诈骗园区 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克伦邦的面瓦底 可是妥妥的重灾区 但是还有很多人前谱后继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缅甸问题 特别咨询委员会 公布了一组数据 全国330个城镇 缅甸政府只控制了72个 那么这些英国殖民时期的分化产物 让这里形成多民族 别看只有68万平方公里 这里100多个民族跟印度差不多 而人口才多少 有的可以说就是占山为王 那么抢地盘 民族之间的矛盾 多了也就不奇怪 当年英国拍拍屁股走了 留下印度和缅甸东北部的 互不服气的脑毛病 那么头疼的缅甸政府 想解决这种混乱的局面 根本不是自己能做出的 那么就说缅北这块区域 要说乱 一个巴掌拍不下 不管是缅甸本地人还是外人 想在这儿处于半原始风貌的山地里 做着发财梦的 基本交通都很少 更别替通信设施了 为什么这里乱 看看缅甸的行政区域就知道 两边是邦 中间是省 因为中间是冲击平原地区 两边是山脉地区 至今除了中国的大山里脱皮 放眼全球 基本没能做到 而缅北区域 主要集中在科兴帮 善邦 科业邦 特别是在中缅边境的国改瓦邦这两个区域 超过百万人口规模 各种民族 各种派系 经常火批 混乱程度不比民国时期差 那么很明显的问题就是 打仗前存拉人 就像乌克兰没钱打仗 枪要子弹都是谁给的 那么没钱的势力 就被缅甸政府收缴 有钱的就继续作对 而缅北最主要的产业就是毒品 其次就是诈骗 但是国际禁毒对这块区域的打压 我国在边境地区贡献不少 但是断了这块的经济来源 然后缅北地区的博彩又开始兴盛 这里又成为了境外赌场 后来因为基础设施被卡断 赌博行业又再次被熄灭 但是缅北这块活跃地区 经过多次所谓的产业升股 就有了如今众多的诈骗集团 要说电信诈骗 东南亚这块 台湾省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后来印度缅甸也看上了这个业务 那么缅北这块原始地貌 为什么不能打力发展旅游 一切都是因为没钱给闹的 要在山上修路开发景区 可比平原地区成本高多了 这就限制了当地旅游 另外就是缅甸的政治环境的不稳定 这里三天一想到五天一大干 来玩的人也就没了 但是本地人挺乐意的 因为这里像我们国家 很多的保护动物都成了他们的桌上餐 那就再回到山邦和柯心邦这块区域 跟中国边境挨着的果敢地区 只有2700平方公里 人口不到30万 但是90%都是汉族人 跟隔壁的生活模式差不多 但是这边是双语结合 很多基础设备都是用中国的 然后就是另一个高度自治的区域瓦邦 还有特区蒙拉 在这地方就是像印度的新德里一样 一半天堂一半地狱 繁荣与贫穷的矛盾结合 基本靠着地方武装统治 缅甸就是面临着东西南北不同意的局面 山邦倒像是一个国中国 国敢和瓦邦成为了山邦的国中国 这两个地区的高度自治又比较特别 本来属于中国的土地 但随着后来更多的国际纠纷 这里想要一国两制更不现实 缅甸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 想要谋求发展 那就不得不加快发展的脚步 一直拖后腿 时间久了 没人愿意帮忙 那么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泰国跟缅甸交接处的庙瓦邸地地区 这块地区舆论混杂 一颗之额 有可能就是天人两个 这里的繁华程度并不是很低 那么意味着这里的流动人口比较大 泰国的美索国际机场 能修到这里 你就说明了一切 这里的发展模式 基本是缅甸几十年发展的机型产物 就比如泰国很常觉的人口贩卖 都跟这里关系重担 如果真的要打过 还是远离这些是非区域最好 缅北做着最美的梦 挨着最狠的打 也该醒醒了